美國民主黨全代會有來到了第三天 由前總統柯林頓來站台助講 柯林頓力挺賀錦麗的同時 不忘高級酸前總統川普 拿自己年齡跟川普比老一起來聽 我只想證明我還是比特朗普比特朗普 78歲生日的柯林頓 其實只有比特朗普小兩個月 那對比特朗普在共和黨全代會上 鋼腔有力的演說 感覺出來柯林頓的聲音是略顯疲態 而且比較緩慢的 所以也讓部分的觀眾感嘆 歲月不饒人 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這一款大陸的遊戲 叫做黑神話悟空 20號才上線 不過一天的銷量達到450萬份 總銷售達到68億台幣 這成本的回收速度超乎了預期 那麼另外有一份報告就分析 這個中國主機遊戲行業 是重大的一個轉折點 這也是中國遊戲走向全球的關鍵一步 可能會刺激對中國遊戲行業的投資 尤其是3A遊戲 那亮哥就分析說 黑神話悟空這款遊戲場景 做得真的非常的精緻 根本就是3D電影等級的 挑戰頂級遊戲霸主 時日評論員賴岳謙老師也說 電玩就是大陸的搶項 他的遊戲的特色 就是你設定一個人 然後要去一個旅程 那有各式各樣的對手 那你要精通不同的棍法 然後自由搭配各種法術神通天賦武器 然後逐漸找出自己的戰鬥風格這樣 那因為那個各個場景 坦白講做得非常精緻啦 對 剛剛我們有這個畫面 跟3D電影有拼嗎 基本上就是3D電影 而且很像真的啦 那還有各種妖魔鬼怪啦 然後有各種不同的神通戰法這樣 所以這個是考驗你的創作力啦 不過事實上這個行業喔 中國大陸一直都在 他一直沒有到最高階的 這個是為什麼會引起注意 因為它是高階的遊戲 那直接挑戰最頂級的遊戲啦 包括美國跟日本韓國都是最頂級的 那以前中國大陸大概都是做 大概頂級下面幾乎都是中國的遊戲啦 可是頂級的你沒有挑戰過 都說這個叫3A啊 3A遊戲啊 對 高質量 不然它只要上去之後 那就真的開始站上要拼網遊的霸主 是 高成本 高價格 高質量 而且它是用買斷喔 買斷的 對 買斷其實很考驗喔 這個就是要會成一股蜂巢啦 那就四年前 它也就是承案批准了 或者審批通過了 而且當時四年前的時候 審批速度是很快的 那就代表什麼 就是說中國大陸很清楚的知道 電玩是中國的強項 那這個是要大力推廣的 所以在很多地方就開始配合 那推得很快 所以四年前推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引起了高度的關注 大家一直在追蹤 其實它被追蹤的程度 已經是排名第一了 因為大家一直在追它 所以這個已經是它成功的第一步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Do Your Care